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另外一部分的语言学概论 然后我刚刚已经闲话加强很多 不过还是要正式的 欢迎你们到教大来 我很荣幸你们大学的第一堂课 我可以站在这里跟你们上课 希望你们不要太失望 然后你们大家会注意到 这个幻灯片上面 有没有一个很奇怪的字 你可能很少看到别人 在这个脉络用到 facilitator 为什么我要用facilitator 这个字呢 或者是说你觉得 如果不用facilitator这个字 你会用哪一个字 如果你是这堂课的老师的话 instructor 还有没有 你觉得呢 professor 还有没有别的 lecture OK 还有 有些人也许会用teacher 诸如此类的 那我为什么会开始用这个字 其实是因为我在美国博士班毕业之后 到加拿大第一个教书的工作 我那时候在温哥华 所以你如果对温哥华有兴趣的 我也可以分享一下 我们在那边他有一个教学的工作方 然后有一个老师提到 其实我们在这里 其实是要facilitate你们的learning 为什么我不想再用teach这个字 是因为其实我可以跟你赌1000块台币 就是我现在从这一秒钟开始讲 到我学期末讲的任何一件事情 你都可以在网路上查到 right 而且更何况我们就是网路课程 所以全部都被录下来了 你们都可以在网路上看到 那所以我常常说的一句话就是 knowledge is clicks away 你只要拿出你的滑鼠 打开你的电脑 你就可以得到很多的knowledge 所以我在这里我想做的 不是要教你们东西 其实就是我们古人常常说 我想要教你们钓鱼 不是要给你们 那句话怎么说啊 不是要直接给你们鱼吃 我想要教你们钓鱼 所以我在这里是要facilitate你们的learning 因为我们这一本教科书 如果你买了的话好 不是这个版本 哦不是这个版本 对你们去华通买 是一个绿色的版本 对不起我没有带来 我等一下要去拿过来 好我假设这是我们的教科书 那么一大本书你要 你可不可以举起来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一本 大家认清楚哦 因为它有最新的版本 可是谢谢 good job 因为我们刘老师用的是这个版本 然后我就决定说为了不让你们多花钱 我们就用同一个版本 这样你们就可以用同一本 我说到哪 那样一本 然后我如果现在跟你说 你在未来三个月之内把它精读 然后把这些那个知识都incorporate进去 除非你是非常motivated的人 不然的话你可能就把它摆在一边 不一定会真的去读它 所以我们只是在教你 我只是用一种比较organized的方式 把这个知识呈现给你 然后希望你能够吸收进去 那我为什么 那接下来我谈一下我自己好了 你们知道我大学的时候主修是什么吗 有没有听学长姐说过 我大学跟我在台湾念大学跟研究所 我念的是昆虫学 我的硕士论文是台湾萤火虫的分类 所以你们如果要问我台湾的萤火虫的生态啊分类啊 有几种啊有陆生的水生的 他们有夜行性日行性的 而且我全都知道 因为我高中念的是自然组 大学念的是生物方面 那为什么我会突然跑到 就是为什么我eventually到美国之后 拿的是一个linguistics的 语言学的博士 是因为其实我们都会 我们都一直在使用语言 然后我在大学的时候 我们都有学英文嘛 然后我又修了日文 我就觉得诶 其实语言非常有意思 我们等一下会谈 我觉得有意思的那个部分 不过其实真的刺激我 我拿一下我的remote 真的刺激我 想要学语言学 其实是因为我刚到美国的时候 参加一个社区的英文班 然后那个老师就跟我们念 beter这个字 beter 就是good的比较精 你们都怎么念呢 再念一次 batter batter 可是那个老师就跟我说 你念batter不对 你要念batter batter 你听得出来这两个有点不一样吗 你们老师跟你们说过这有什么不一样吗 我们这次会学到 那我以前 sorry 我以前那个年代 因为我不是念英文出身的 然后 可是我觉得 为什么 那我就问他 我说为什么你只能 为什么你只念 你觉得batter batter 对 batter不对 然后他就说 我们美国人就这样念啊 你就这样念 i was so offended 真的 我觉得 这 如果你们要当老师 这真的是一个最糟的答案 对于你学生的答案 因为就 我们就这样做 所以你就这样做 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 不是很令人满意的答案 更加上 我那时候在台湾念 昆虫学的时候 其实坦白说 我们那个实验室是 台湾研究营火虫的第一组团队 然后我就 很幸运 很不幸 被拱成一个像明星研究生一样 所以我们上电台 然后 上 上 上电视节目 然后还到 后来 儿童天地 现在还有这个节目吗 儿童天地 就是一个儿童节目 在你们 在你们很小的时候 就绝种了 那时候他还在一round的时候呢 他们来录 来我们实验室录影 然后录完之后他就问我说 你愿意来当我们的主持人 然后 所以就 这只是举一个例子 当然后来turn down 我只举一个例子 就是我那时候在台湾 念完研究所之后 我好像自以为 已经在台湾社会上有一个小小的地位 就到了美国之后啊 你就发现你的整个那个 你以为的社会经济 还有你 你对这个 你所属的社会的了解 全部都回到最底层 我真的觉得我回到他们 我到了他们社会的最底层 因为我是一个最穷的 international student 然后又是一个 又是一个女生 就是 我们以后可以谈到这个 在社会学里头 你是一个foreigner 然后你又是一个 比较弱势的gender 这种种的东西加起来 所以那时候刚去那边的时候 真的觉得很 很没有办法接受 可是现在想起来就觉得 人生需要洗这种三温暖啊 所以如果你们在高中的时候 都是各霸一方的 这个班上的leader 也许到大学来 也是一种洗三温暖的机会 我希望你们可以把握这个机会 好 所以我为什么觉得语言非常的fascinating 就是因为 你们可以想一想 语言在人类的历史上 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吗 如果人类 没有发展出语言 你觉得人类的文明 会达到跟现在这样的程度吗 你觉得应该不会 对不对 为什么呢 你现在想一想 如果你是一只黑猩猩 然后你们这里有一个族群 那里有一个族群 可是这一个族群的黑猩猩呢 首先 你要传承一些 对你的 你的 那个 演化有益处的事情 比如说你就可以跟这只小黑猩猩讲 阿爸跟你讲喔 那边啊 那边有悬崖 你不要掉下去 然后那边有很多那个 你不要去那边 如果这个 如果有一个族群的这个动物 他能够传承他学到的information 他就能够把这个knowledge 传承下去 我们一直在讲黑猩猩的那个基因组成 跟人类有多么多么香香 还有什么诸如黑猩猩啊这些 但是为什么他们没有发展出我们这样的文明 其实其中一个很crucial的因素是他们没有发展出语言 而且之后我们还会谈到 语言不只是可以用说的还可以怎么样 写下来 你再想一想 在人类演化的这个历史的长河里面 发展出写下来的语言 好奇迹疙瘩了 能够把你知道的事情写下来有什么好处呢 跟这个是一样的啊 可以记录下来 其实我们知道的历史 其实人类最近还在南非又发现了一个新的那个 那个类似人的那个头骨 我到时候再放上去那个我们的website上面 就是其实我们还有好多好多不知道到底 跟我们现代人一样的这个species 到底演化了多久 然后他们的文化到底是怎么样 一直我们最有记录的 其实就是从有文字开始 因为他们开始把它写下来了 我们就可以透过他们的文字去知道 当时他们在乎的是什么 他们当时的生活模式 所以我真的觉得语言 为什么我跳到语言学 是因为我觉得这些事情多么重要啊 而且 而且其实 你现在可以想像 如果你现在设计一个机器人 然后要让这个机器人 会像我这样子说话 光想象一下好了 很难欸 然后你要设计一个机器人 我在跟他说话的时候 他要做出事实的那个点头 听懂我的话 事实的回应 也很难 光 不要想机器人好了 你光想 你现在打电话去航空公司 台湾的航空公司 应该现在也开始语音辨识了吧 我曾经在美国 那时候刚开始语音辨识 我对着那个话筒一直喊 他就问我 Fly number 1 9 84 我就喊了10次 他还是没听懂 其实我只是要跟他讲我的Fly number 他就是听不懂 因为他要做自动辨识 那时候的那个 技术还没有那么好 可是你光想想看 我现在跟你讲 7加4等于多少 你可以听懂 我说7 然后加4 然后你的脑子能够做出运算 然后再告诉你的嘴巴 把7加4的答案告诉我 这是一个非常精细的过程 每次你想到人类语言 到底怎么样 你光想我现在做一个机器人 能够做我现在做的事情 就知道他有多么的难 所以 哇 这个还蛮有意思的啊 所以 我可以诚实跟你们讲 我们系上啊 这个有文学老师 跟语言学的老师 我可以 我可以跟你们说 已经有两个文学的老师 很诚实的 拉着我说 赖老师 我跟你坦白一件事好不好 我说什么事 他说我大学的时候 恨死语言学了 真的 因为语言学 好 我跳到下一章来跟你们讲 我的这个想法 语言学跟文学啊 你就光看这个好像色谱一样的东西 其实文学 文学研究的是说的语言 还是写下来的语言 大部分都是 都是写下来的 甚至研究文本的文字的 曾建成到一个黑色的领域 到你 你根本不知道的地方 比如说我现在问你 你叫什么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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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婉如 陈婉如 你觉得你刚刚啊 有在脑子里面做出一些输入 然后做什么计算 然后 再告诉你的嘴唇跟舌头 还有牙齿还有下额 怎么样去做这个 其实没有 是去做的事情 你会懒得去分析这个事情 也不说懒得 有的人的兴趣不一样 他就觉得 我 我会说话就好了 我为什么要知道 我的脑跟我的嘴巴 这是怎么合作的 这整个事情是怎么回事 我可以guarantee you 我们这个课结束了之后啊 我们这个课可能会形成一个那个 它叫bimodal的distribution 就是有一群的人 会还蛮喜欢语言学的 然后有一群的人 他们就觉得 It's not my cup of tea 然后他们就会 专精那个文学 然后 我要再讲一点就是我觉得 我刚刚上一张slide说的 我觉得研究语言学啊 就很像那个 骑机车跟开汽车的时候 有没有人已经有汽车驾照了 OK 那 机车驾照的举手 OK 那会骑机车的举手 应该大部分都会嘛 好我现在问你喔 你现在平常骑的 是不是那种那个scooter by the way 我们一般讲motorcycle 其实在国外都是那种 哈雷那种才叫motorcycle 我们骑着这种都叫scooter而已 如果我现在跟你说 我那 你现在骑的scooter 都是直接那个打开 嗯嗯嗯就出去了 对不对 如果我现在跟你说 我们来跟你换一台scooter 是要打档 我们骑过打档车吗 就是你要发动 然后gear one 嗯嗯嗯嗯 然后慢慢慢慢 然后换到二档 或者是那个脚踏 所以你骑过那种机车吗 一次 一次很重的吗还是 一次很重的吗还是 一次很重的 你可以打档啊都没有问题 你打了一次就跳了 对对对 所以我现在问你 这个如果有如果 应该说我觉得喜欢语言学的人 就好像骑机车骑久了 他突然觉得我要换成打档机车 或我要换成手排汽车 一般的人会觉得 Are you out of your mind 就是台湾这种交通状况 红灯这么紧 然后随便都要刹车 你为什么要去找一个 如果现在问你 如果现在我给你一台机车 It's just hypothetically speaking 如果你现在可以选一台机车 你会选一台自动机车 还是打档的机车 对那可是你可以想像吗 为什么有一些人 会想要骑打档的机车 或想要开手排的汽车 你觉得他们可能有的理由是什么 随便讲啊 你觉得咧 比较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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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比较能够确切的控制你的速度 你比较能够确切的控制你的速度 因为就是那个像自动排到的汽车 那是电脑在控制 这个时候会报仇 然后手排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这个我不太了解机械的原理 可能对就是说 另外一个讲到的重点是 自排的汽车跟机车 是由机器来帮你决定 你现在gear要多少速度要多少 可是对于那些 你就觉得很奇怪的 你觉得很奇怪的那些 喜欢打档 骑打档机车跟手排汽车的人 就是他们想要精确的控制 他们在做的事情 所以这个就跟语言是一样的 你们都会说语言 我相信你们中文 英文 台语 客家语 可能都会说 对于使用语言这件事情 你们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可是喜欢语言学 或者是你以后 学语言学的时候 你要有一个概念是 我们必须 杀进去你的脑子里面去知道 当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你exactly 到底你的这个function 是怎么样在运作的 然后我可以先告诉你 有一些人可能会喜欢 有些人可能不会喜欢 可是this is what we're going to deal with in this class 你就记住那个学语言学 就好像开那个手排汽车 其实我自己开了几次之后 我开始感受到那种 你会觉得你跟这个车子 尤其是汽车 是真的是一体的 你说你那个一档啊 然后退后的时候 你就觉得有那种操作的那个 你就觉得嗯 这很棒 其实这还跟那个 用电脑是一样的啊 你们是哪一种电脑使用者 跟厂商说我要一个 几个Hard drive多少啊 memory多少啊 什么形态的电脑 给我组装好拿过来的 还是你是那种会自己去找 风扇找硬碟 然后把它拼在一起 然后那个硬碟是裸露 那个电脑是裸露在空气中 然后你随时可以拔一个东西出来 你是这种人吗 这位同学 对 那所以这种感觉就很像 那你们可以理解这个同学 为什么 我可以请问你 你为什么想要这样子 组装你的电脑吗 那你可以 随自己想要的东西去改变 对啊 操纵什么 对啊 你可以操纵那个东西 而且 对你想要做的事情 你可以更精确的做到 比如说 我们现在都会用Excel 那为什么有人要去学 写软体 你在用Excel的时候 或是任何Office的那个 Application的时候 其实有一些功能你就觉得 欸 为什么他们有一个键 可以让我这样按下去 然后那个功能就会 magically 然后就我达成了 那些写软体的人 就是 如果你会写软体 你就可以拿 就可以把 一个Excel的原始码拿出来 然后写一写之后 把它反 反macro回去 做你exactly要做的事情 所以我相信 把语言学学好 一定会对你们的 呃 其他的语言方面的功课 也会有帮助 好 那这就是我的隐言啦 接下来我要说的就是说 呃 我们语言学里面 一般分成这几个Category 在Phonetics跟Phonology里头啊 这两个 p h o n e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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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词段啊 指的都是跟声音有关系的 所以 或者我应该问你们好了 你们觉得 你光 你想到语言 不管是英文 中文台语 还是客家化 你觉得有哪一些部分我们可以研究 电脑有风扇硬碟 然后 你看我什么都不知道 什么主机板啊 然后按按键啊 你们现在要开始想的是 语言学 语言里头你有什么可以研究的东西 文法 good 在文法里头 在syntax里头 syn的那个syntax 你们会学到文法 还有呢 生韵 you guys are answering my questions that's good 生韵 生韵指的 我等一下会用另外一张slide介绍 生韵是这个phonology的部分 他想要知道声音在一起的时候 会有什么互相的变化 那你讲到声韵的时候 其实你还可以讲到另外第一个 phonetics phonetics跟phonology 这个p h o n的这个 都是deal with 声音的 所以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学科是 教你怎么去研究你的发音跟你的感知 这个我留到等一下的slide来说好了 所以 语言学里面除了这几个 我们常常说到的 比较正经八百的 以前到现在的学者都有在研究的 还有另外一些比较应用性质的 那这个比较应用性质的就包含 语言习得 比如说你在小孩子的时候 是怎么样学语言的 还有你在 你小时候会讲国语或台语 可是接下来学英语的时候 你会遭遇什么样的问题 那这个问题是 来自你的第一语言 还是因为你学了这个语言的问题 然后我们还有一些人做的是 speech therapy 就是有一些人是没有办法 像我们这样子很正常的说话 你们有遇到其他一些人 就是他的说话上 有困难的吗 有哪些你们遇到过的困难 词穷喔 词穷那种可能就没有办法 透过那个语疗师的治疗 有什么其他的 有遇过口级的 然后有没有看过的 King's Speech 对他也是stutter 然后有一些人 我最近遇到一个人 他是说话特别小声 讲话特别小声 然后我坦白说我不觉得讲话小声 有什么问题 可是后来听 就听他自己说明 就是他整个人的personality 都受到这个 他说话很小声而影响了 别人就会觉得 他好像是一个很没有自信的人 然后这种也是可以透过 那个跟语疗师的合作 把他的音量放大 你可以想想看 你把你的音量放大之后 你的整个人生可能都改变了 因为别人怎么样perceive你 然后呢 现在还有我们语言学很夯的 两个学科 一个叫cycle linguistics 一个叫neural linguistics 其实你看他用cycle做字头 不是说你们很cycle 是跟你的心理有关系 就是你的脑是怎么样 在处理这个语言的 就是我刚刚一直在讲的 你的脑是怎么驱动你的嘴巴去说一些话 还有你听到这些声音的时候 你的脑是怎么解释这些讯息的 然后还有social linguistics 就是在谈我们语言在人类社会里面的角色 那除了我们这个系之外呢 还有一些其他的系 他们也是在做跟语言相关的学科 然后我必须先跟你们说 虽然这是你们大学的第一堂课 可是还是可以想一下下一步 你想要做什么 那当然现在很远啦 可是我就建议你们 因为我们这个系的必修课 跟选修课的数目相对来说比较少 那就是为了希望你们可以去发展 你们其他的兴趣 那我觉得交代还有一个很棒的policy 就是只要你修完我们系上的必修课 你就去跟课程主说 我想要跨校去选课 你就可以全台湾跨校去选课 所以如果你现在想说 实在不想离家那么久 你就可以把你这个必修课 选课课全部都浓缩到一到三年级 然后在你家乡附近很不错的大学 去选接下来的其他的 你有兴趣的课 那你就可以发展你的双主修 这样就不会受限于 交代是一个理工导向的学校 可能这些课比较少 那你们也要多利用那个 清华大学的资源 因为他们的外文系 就是那种文学大头的那 不是大头 文学为主的那种系 所以如果你是对文学 或英语教学很有兴趣的 就尽量去清华那边选课 这样就能够补足 我们现在课比较少的一个问题 所以那我等一下会讲到 Speech Therapy 還有有一些 有一些学校有 Special Education 特教系的课 你们也可以去选 如果你对语聊有兴趣 然后当然啦 如果你的志向是成为英语 从业老师啦 这一类的人员的话 你可以去找 Teaching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他们都叫它TESOL 就是这个系 那在我们学校有音教所 然后在清华有 外文系里头的音教组 那这一些 就算说你自己可能 将来没有一定要成为 英语老师 可是我觉得你还是 可以去修这些课 因为这一些课 它在教你怎么去教别人的过程里面 其实你自己也学到了那些方法 我真的鼓励你们 就是多去其他的系修课 然后当然啦 还有一些Language Department 我们正大就有阿拉伯语言学系 西班牙语学系 那在我们学校是全部都 都在这个 都在这个外文系里头 其实我坦白说 我觉得台湾所有的外文系 都应该叫英文系 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 就是我们基本的训练 全部都是围绕着英文在走 然后唯一你们要说到的 其他的外文的训练 就是你们require 要去修外文的学 外语的学分 然后这个 然后另外一个很夯的 就是我刚一直在讲的 这个人工智慧的事情 因为你要怎么让那个 robot听懂你的话 或者是让那个 robot respond你 然后做一个 还蛮合情合理的response 这些都是需要先了解 语言这个东西 才能够应用这个 语言这个东西的 好 所以这个是小小的一个解释 好 那接下来给你们一点文字的东西看好了 我要发syllabus给你们 所以我们大家可以看到 大家看一下syllabus好 都有syllabus的吗 都有 好 然后我的information都在上面 用email跟我联络是最好的方法 然后我有office hour 就是礼拜三的2点半到4点半 然后我们的course website 就在ecampus e3上面 有谁已经上去过了 请举手一下好吗 OK 你们都知道怎么上去吧 你们在交大 一定要学会怎么上e3 因为 还蛮多老师用e3做website 这是一个非常容易的界面 你们就打这个adress进去 然后用你的学生ID 密码要重新设定吗 还是你们会有一个预设的密码 你们去login之后 就会看到你这个学期 修的所有的课程 然后我们这个课 很多东西都是放在website上面 我可能很少会印讲义给你们 所以你们要养成 随时随地checke3的好习惯 OK 然后你们TA是黄慧婷学姐 我等一下会介绍她 然后慧婷她会帮你们做一个 我们现在还没有完 系上还在做一个新的改革 不过一般来说 这些大型的课 都会有一个复述的课程 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个制度很奇怪 如果我在这个课上说的很多事情 需要一个助手帮我再复述一次的话 表示我这个课应该上得非常糟 你们全部都没听懂 不过制度是这样子 i guess就是希望有一个时间 可以有比较有经验的学姐 你们可能比较不怕她 可以在她的课上多问她一些 我们课堂上的问题 那我们之后会决定一个复述课的时间 可能是等一下我会请慧婷来跟你们问一下 你们一个礼拜里头啊 有没有哪一个 哪一个week day的evening 你们比较没有什么其他的活动的 我们就定那个时间 然后她可能也会有一个office hour 让你们可以随时去问她问题 然后course description 我们就留给你们自己看 因为基本上就是讲解 就是说一下我们会学哪些东西 我等一下也会稍微的cover一下 然后textbook 就是刚刚同学帮我举起来的那一本 你们可以在滑通买到 然后我等一下会用幻灯片 介绍我们的course requirements 跟我们的policy 我希望你们现在先翻到后面那一页 我们来讲一下我们这个学期 会cover的事情 那今天主要就是做introduction 然后你们有看到我们有 外面有录影机在录影 这是因为我们学校现在在推开放式课程 你们有上 你们有看过其他学校的开放课程的课吗 其实你们有用iTunes的举手一下 这是一个还蛮不错的免费的软体 你们上过它里面的 Apple Store里头的那个iTunes U吗 你们可以去点Apple Store 然后它就有一个iTunes U 就会有其他学校的 主要是美国 他们把老师上课的课程整个录下来 现在最多课的就是MIT跟Berkeley 所以等于你们可以在任何时间就可以学习 那交大作为这个电子界的龙头 所以我们也在发展这个 那所以我这是我第一次跟他们合作 希望你们不要在意后面有那个摄影机 反正他们都摄前那个不会录到你 欸你们会不会偶尔去录学生啊 会吗会录学生吗 应该很难都是看到头 所以大家发型要做好 这样子上向镜的时候才会比较好 好那我们今天就做introduction 之后我讲完之后我会请慧婷来 然后我们会有一个那个 sorry 有一个questionnaire 请你们填一下 因为我想要知道你们的语言背景 好那下个礼拜呢 我们就要上第一个chapter 就是呃我 其实它是一个introduction 不过它chapter的名字叫language a review I'm sorry a preview 所以你们上网去就会看到 我已经把chapter 1 scan下来 你们就go over it 然后把它看过之后再来上课 然后在那个在下一堂课里头呢 我们主要探讨的就是到底signal 这些讯号还有我们常常说的communication 动物之间的communication 还有我们人类的语言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那到底你要有什么样的features 我们才会说啊这是一个语言 或者是这是一个communication的 很简单的方法而已 然后我们会谈到 到底你的英语老师说的grammar 跟我们语言学家说的grammar 有什么不一样 你要记住就 英语学家跟我们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另外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这个descriptive跟prescriptive的不同 你们去看医生的时候 他们写那个诊疗单 如果你要用英文说 那个动词是什么你知道吗 prescribe 那你要怎么 你要prescribe的时候 你要先identify那个problem 然后你要prescribe一个medicine 然后就把那个东西医好对不对 可是linguist做的都不是这样的事情 我们不prescribe 我们不告诉你 这东西是对的还是错的 今天如果有一个国文老师 然后你说老师这样子好吗 这样子好吗 你知道我说的吗 酱油的酱 酱油的酱 酱子好吗 然后那个老师一定会觉得 I can't take it 你怎么可以说酱子 你要说这样子 这是三个字 你怎么可以把它并成 酱子 可是我们语言学家就会觉得 好趣喔 我可不可以把你录起来 我们可以分析一下除了酱子 除了酱子 你们还有什么其他字会酱病起来的 我记得我那天还想到另外一个 除了酱子 你看一时就想不起来 对不对 可是对我们语言学家就会想 那我们开始去搜集语料 我们看大学学生里头 有哪些字会酱病起来 你们请帮我注意一下 有吗 蛤 那样 那样 变成 酱 然后从这两个字 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做语言学的分析 那想想看 这样跟那样 什么样的字 第一个字要怎么样 第二个字要怎么样 它才会并在一起呢 所以你就可以开始一些新的 初步的假设 比如说 样 其实都是 on结尾对不对 那是不是 有on结尾的第二个字 比较容易 那个呢 那第一个字 因为这跟样要并在一起 那是不是第一个字没有韵尾 你们知道韵尾是什么吗 比如说 cat 那个 a跟t 那个t其实是最后一个子音嘛 那是不是第一个字要 没有最后一个n啊 n啊那种 比较容易并呢 就是语言学家做的事情 我们都会说语言 可是我们能不能在这个语言里头 找出一些规则来 然后来研究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语言学家常常 以前我博士班做的一些 音韵学的homework assignment 常常是老师就丢一个 这个是 Irinol 怎么 Zulu 还是什么的语言 那个文字 总共100个人 去把它分析出来 它那个 这有个 syllable contraction 你去找出来 到底syllable one 跟syllable two contract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condition 会contract 可是就很好玩 就好像一个 就是一个谜题 然后你就把它解出来 有时候你解不出来 因为语言有时候有一些特例的 所以 好 这个是phonetics 所以你要记得啊 我们linguist 是不做prescriptive 所以这就让我 改英文的时候是很难的 我总觉得这样讲也蛮好的啊 这样讲也蛮好的啊 这个 所以会有 我们的态度上有点不太一样 好 另外一个要讲 这个其实是我的专业 我从 李祖转过来 其实我很难跟其他老师去拼说 我们来拼文法啊 我们来拼这个 对英语历史的了解啊 可是我可以拼的是 其实是 是蛮偏理科的学科 所以这个phonetics呢 它是一个 它研究the science of language 研究你的声音如何被发出来 然后这个发出来之后 这个声波的物理特性 然后这个物理特性 传到你的耳朵之后 你的脑 然后经过你的耳朵 传到你的脑子 你的脑子怎么去感知这个讯息 所以在phonetics tool里头 我们会学到一些 你的嘴巴里面的结构 还有你怎么样去做发音 然后你发出来的那个声音 在空气中 这样子摆档摆档 这个声音的特质是什么 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好 可以教你们怎么录音 然后去看你的声音 去分析 去用视觉的方式分析你的声音 然后再看看这个声音 传到这个耳朵之后 不过这个部分我们可能讲的 会稍微少一点 不过这部分也是非常有趣 就是这个讯靠进去之后 怎么样透过一些议题的改变 然后透过神经传到你的脑子里头去 这个是phonetics phonetics 语音学在学的东西 后来呢 到了那个phonology之后 我们就要挑战 你心里面的那个monk 你们知道monk那个电视剧吗 就是有一个那个强迫症的侦探啊 然后他关门都要关六次啊 还是走路一定要怎么样 你们知道强迫症吗 就是那个你们知道好 那所以其实我告诉你们都有强迫症 我们来做实验喔 我现在问你们 姓什么的老师是叫什么老师 对不对 好请问我们最年长的周老师 姓周的老师你要叫他 对对对对 姓徐的老师你们叫他 他叫音韵学的 然后第三个姓徐的 不是sorry 姓徐的老师是叫英国 美国文学 然后第三号 许慧娟老师你们叫他 然后赖老师 赖老师就叫赖老师嘛 那我跟你说 昨天下午我跟徐老师去喝下午茶 请问我跟一号老师 还是二号老师去喝下午茶 我跟徐老师去喝下午茶 我跟徐老师去喝下午茶 其实有可能是三号 有可能是二号啊 实情是三号啊 我跟徐老师都 我跟三号徐老师都是那个 语言组的老师 所以我们比较常一起喝下午茶 徐老师 你们意识到了吗 当你说徐慧娟是 你会发现突然 你翻不出许慧娟老师跟徐思思老师了 为什么 问问你们脑子里面的小monk monk是那个主角的名字 我 你做了什么事情咧 老师三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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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所以你可以 把那个规则 你想到的规则 仔细地说出来吗 就两个字都是三声 就两个字都是三声 就会把前面这个字都变得了 yeah yeah 是这样子 那有没有其他的咧 我们可以想想其他的 可是我再给你们一个台语的例子 你去跟 你去阿嬷家 然后阿嬷公 欸 你这个借我一下 你这婆娘 香喔 然后也可以说 阿嬷就说 你这婆娘 香香 然后这 可能又翻到后面 你刚好放了一个香水的那个tester 你这婆娘 香香香 好 香 香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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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用中文写有几个字 香香 中文只有香一个字 你知道你念了几种不同的香吗 香香香 这两个香有什么不一样 他们声调一样吗 不一样 欸 那 香香香又不一样了 所以这规则到底是什么 两个声调在一起 已经不是原来那个中文的规则了 因为它不是三声嘛 所以你就必须在那个规则以后去找 到底 好那 那是哪一个声调加哪一个声调的时候 前面那个声调要变成另外一个声调吗 那变成三个音节的时候 第一个声调的变法 为什么跟 你看 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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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三个都不一样欸 所以我那时候一直觉得 从大陆搬来的人要学台语真的比较难 是因为我们台语有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变调系统 你们现在讲台语 如果父母说你们讲台语怪怪的 其实也有可能是 你们根本就没把变调弄对 所以我们学到英语学的时候 我可以教你们那个英语 I'm sorry 台语的变调的这个pattern 你们就可以回去跟阿嬷说 阿嬷你知道吗 你说啵啵啵的时候 你的三个啵不一样 阿嬷就会说是这样吗 是这样吗 这也是我们语言组会跟文学组很不一样的地方 你们在文学组里面学的一定是英文 或者是我们没有法国文学阿西班牙文学 可是我们在语言组里头就是漫天 所有的语言我们都可以谈 所以英语学真的很好玩 因为这个挑战你 你根本就不是一个你认为的 那么不变的人 再讲最后一个例子好了 我之前不是跟你们说 你们要做一个yes man做一个乐吗 就是不害的事情要去尝试 这样才会看到新的世界 阿基督喔 那我这个是要问你说 你是不是一个世事都说不的人 你说不的时候都是一样的说法吗 我 你把不后面加不同的声调去试试看 不 我不一 然后不如果加二声有什么字 不一 二声欸 不后面加二声 不行 那不加三声 不好 那加四声 那 你突然变成补了 补 对 你补了起来 我们今天在语言学导论课 补了起来 你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persistent 你在 你在你无意识中 你改变了一些东西 而且这些东西是有规则的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又起这皮疙瘩了 我们一起来研究 然后接下来呢 我就会讲到speech therapy 因为我是真心的想要跟大家介绍一个这个新兴的职业 因为台湾现在工作好像真的很不好找 我自己今年有几个研究生毕业之后都有求职的问题 我就觉得我们总不能把你们交完之后 让你们出去都找不到工作 那speech 语言治疗刚好最近才开始有国考的项目 也就是说 现在职场上不管有多少语言治疗师 他们都是没有这个 这个新的这个执照的 那你们在这个时候 投入这个战场是还蛮好的时机 那我们会谈一谈说 你在语言治疗的时候 你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client 然后你需要经过什么样的训练 那国内有哪一些其他的所 或系 有两 有三个所 一个系 当然你们现在都已经在系里头了 你就可以考虑那些所 哪一些是你们可以去 去 去 investigate 然后去 去 enroll的 那我们再会谈一谈challenge 就是说你在做speech therapy It's not for everybody 到底你是一个什么样的personality的人 你才适合去做这个speech therapy的工作 然后呢 我们也会谈到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就是我刚刚说的 我们现在都在学英语啊 后来你们可能要学法语 我们还有西班牙语还有韩语可以学 那到底在学第二语言 比如说 你已经学会一个第二语言了 对你学第三语言到底有没有帮助 那到底有哪一些factor 会影响你学第二语言 哪一些是你的第一语言的残读 就是我们现在已经知道 你现在说的中文跟台语里面 都会让你的脑子里面形成小小的monk区 就是 因为你说这个语言长大 你的脑子在计算这个东西的时候 你一定会走这一条路 那现在你要学一个新的语言 它是必须这样子走的 你的脑子一定会出现一段 很confused的那个期间 那我们来讨论那个期间 然后另外一个呢 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 你可能没有想过 语言在我们这个社会里面啊 或是你的口音会怎么 你应该可以想象吗 你的口音会影响你求职 可以吗 我必须confess 有一天我 我从美国回来台湾的时候 在台湾坐国内的飞机 然后有一个空姐 看起来就像林志玲一样 超有气质的 然后我就 他送菜来的时候 我就稍微跟他闲聊了一下 然后这个小姐说 哦我是那个台南来的 OS 然后我就 我就 我就 就那个image跟他的口音啊 完全没有办法搭在一起 可是那个 那个想法才一秒钟 第三 在第二秒 我就马上谴责自己 因为我是一个linguist 我应该要appreciate这个口音 可是 当在那样的职场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这个口音跟 这个 这个职场是不太搭的 那这种现在其实在美国也很常见啊 然后我们就会讨论说 其实有一种叫flight of the elite the flight of the elite 我少了一个了 就是 其实什么样的人 会改变他的口音 去迎合这个主流的口音 你们应该知道 美国南部的口音 一般是 比较认为是 比较乡下的口音 所以 南部来的 这些人 就会 我们就可以研究一下 什么样的人会 就会问你们好了 你们现在又来一个大陆的人 谁会开始而来而去 我会 我会 遇到一个大陆来的 北京的 那个 那个人 然后他开始而来而去的时候 有时候我就会卷舌卷得特别厉害啊 我知道我会这样子 然后我们可以分析一下 到底什么样的psychological state 你的personality怎么样的时候 你会这样子做 那这个口音 到底 我们常常在说dialect dialect 其实台湾翻作方言 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太好的方法 就是 同样是中文 我们说台语好了 你们知道台语的变体 台语在台湾 有没有哪些地方人说的台语 就不太一样 哪里 宜兰 还有哪里 台中的也不太一样喔 然后 可是台来台中 宜兰跟台中的 我比较知道有些不一样 好我们来学这个dialect 然后 你们知道学日语的时候 其实最难的是 你要去记 那个honorific form 它们叫静体 就是 你要怎么 那个语言 你使用的语言的结构 会随着这个人 跟你的那个 那个位阶关系 而做一个dramatic的大改变 这也是 这也是在 语言在社会里头的一个 很有趣的现象 然后 我们在 我们在谈谈 側干狗啊 叫什么 就是 curse的中文要怎么讲 骂脏话 然后那个co-switching 就是你在两个语言之间 会互换这些字 本来 你跟阿嬷讲台语 他就突然 跑出国语 一个国语的字来 什么时候 你会突然用一个国语的字 然后你在讲国语的时候 什么时候 你会突然用一个英语的字 那你去研究 你 你 switch进来的那个英语的字 到底有什么特质 让你特别 就是你没有办法用中文字 你就是只想用那个英文字 这也是社会语言学在研究的 然后 因为我自己的弟弟是听杖声 所以我有学台湾的手语 然后我到美国去之后 没有学会美国的手语 可是有学会他们的那个fingerspelling 所以我今天要教你们 那个NCTU的拼法 你们猜NCTU是从左边到右边 还是从右边到左边 这个是什么 C C嘛 C就这样子 虎口朝左 C 这个是别人看到的时候 应该是这样子 OK 然后N呢 我先教你们M好了 因为M不是三杠嘛 所以你把大拇指放在这个三杠的最 就是无名指跟十指中间的话 这样这样下 有没有像M 三杠 要这样放 就是 先比三嘛 然后把那个拇指放在无名指跟 小指 sorry 小指的中间 然后这样盖下来 这是M 那N的话就小一杠对不对 所以你把那个拇指往 往左移一个 在那个中指跟无名指中间 这是N 像不像 他 他比较 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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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然后T的话可能比较难猜 其实我觉得M N跟T啊 其实就是 M是这样 N是这样 T是这样 T就是在 食指跟 中指中间 然后U是这样子 你们猜V是怎样 叮 我最喜欢比UV 因为这样子很好比 UV 好我们再来一次喔 N N 对着我比喔 就是那个 因为比手语不是比给自己看 要比给对面那个人看 N 两个手指头的 N C 然后T 一个手指头 一个手指头 U OK 好 我们在这个课有很多机会可以学我们系自己的secret language 然后你出去之后啊 你可以比手语 比如说你们一起在夜店啊 然后有个男生一直哥哥底啊 你就可以跟旁边女生说 Let's go 然后 OK 然后我们有 我们还是会 我们还谈到那个return form 因为我们讲的其实有return form 有很大的影响 我们就会学学 其实不只是中文 有右边到左边 上面到下面 还有一些语言可以从下面写到上面 还可以一圈这样写的 然后他们 他们表示声音的方式有很多不一样的style 然后呢 这也是另外一个我学的专精的东西 就是psycholinguistics 我想要知道你的脑子 到底是怎么处理这些information的 然后我们就用那个Homer 做那个例子 你看 我们一般的小伙伴就是觉得 你的脑子应该有一区是专门管什么的 你们看Homer他的脑子里面 充满了各式各样的 你看donut 占一个这么大的那个角落 对 然后那个duff beer 那是他们在电视里面最喜欢喝的那个beer 你看family time 只有一点点 这边还有一个you're at here 你的广告可以放这里 然后 然后sex也很大一圈 sleep也很大一圈 如果我们到时候就可以看看我们 从古到今 人类觉得我们脑子的分区是怎么样 可是事实上我们现在新的想法 可能有什么不同的改变 OK 好 接下来我们再回到那个sleepers 快完了快完了 然后我每次上完课之后呢 都会把这个powerpoint放在你们的 那个ecampus上面 所以你们上课的时候不用急着 抄这些东西 好好的把它听懂就好了 然后我再建议你们啊 你们现在是大学新生嘛 可是不可避免的 就会很多社团啊 消耗掉你的很多时间 所以你们赶快找一个那个study buddy 比如说你今天实在是不想来上课了 然后就教他抄笔记 或者是一个team你知道吗 就是我们这个team 每次至少要有两个人来上课 然后 这叫共笔 你们知道吗 我们以前好流行喔 就修食堂课 就会有食堂不同的共笔系统 就是共同笔记 嘘 不要跟欣賞老师说 我是站在过来人的角度 跟你们这样讲 好 那我们的这个policy呢就是 我把它缩写了 结果有些说得太缩了 好 首先呢 我希望我不会后悔 可是我没有要那个点名 可是我们可能会 不定期在课堂上 应该很奸躁 如果我不点名 然后我们不定期 会有一个pop quiz 可能会考考试啊 应该不会pop quiz啊 就是你们来了 然后那个 我们就做一些assignment 还是什么的 所以你们完全尊重你们要不要来 因为其实那个pdf也都会上 那个website去 所以如果你真的是太累了 根本来就会睡觉的话 你就不用来了 然后把时间拿去念课本也好 然后如果有什么更新奇更有趣的事情 值得去做的话 那就去做真的没有关系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如果我们在课堂上 算有一些assignment还是quiz 你不能之后来跟我说你要make up 因为这样我们就要做新的题目 做新的assignment给你 所以没有如果是in class的quiz 还是assignment 就是absolutely no makeup 那个可以做 然后呢如果我们有指定homework的话 我最不喜欢就是同学 我还在上面说 然后就在上面一直写 今天本来就应该要交出来的homework 所以如果我们有指定的作业的话 一定是开始上课的那一课 10点的那一课就截止收件了 然后我后面有写到说 好如果说你持交了 9点以后就算持交哦 你10点交11点交 I'm sorry 我们课是10点开始 11点交12点交 当天交我们就扣10分 隔天交就累扣 所以过了9天之后你就不用交了 因为就扣完了 make good choice 我以前在美国的时候有一个 有一个美国朋友 然后妈妈写一封email 她刚好给我看 她妈妈在最后署名就写 make good choices 就是我是一个妈妈 我不想叫你怎么做 可是你要记得啊 你在做选择的时候 比如说交不交作业啊 上不上课啊 你要make good choices 做一个理性的好的决定 好然后我已经说过 我们这个课很多东西都在13上面 请你们养成check13的好习惯 然后我们有一些quiz 还有simon 也有可能在13上面直接做 因为现在已经是2011年了 我现在再发一张纸给你们 然后你们写完之后 然后TA在那边改半天 其实很多东西都是电脑可以自动化的 比如说我出那个选择题或是非题 电脑都会自动改券 然后成绩你们做完隔天就全部都上去了 所以有一些东西会在13上面做 你们就去玩一玩 OK 然后这个 我现在第几点啦 然后我会有一些 如果我们有一些好的reading要叫你们读的 比如说我们讲到手语的时候 可能会让你们读一篇 在乌克兰一个很勇敢的那个 你知道电视上面在播新闻的时候 都会有一个人在旁边做手语的翻译啊 他们2005年的时候发生一件很酷的事情 而且是跟手语有关 我可能就会放上去给你们读 你们是在13上面就可以download了 然后呢 请不要在我的课堂上用那个行动电话 我自己是重度3C患者 我知道那种addiction 可是问题是 我觉得这是一个课堂上的尊重 请你们不要在课堂上用cell phone 然后我以前会allow那个laptop 就是我觉得你们会take notes 可是有一次我在加拿大的时候 有一个我的同事进来 然后他就观察我的课出去之后就说 你那个laptop使用啊太可怕了 那个后面一排全部都在facebook 然后就是我的好意是要他们take notes 可是他们全部都在facebooking 所以我觉得就 你们是不需要那个 这么seriously在电脑上take notes 你们在纸上take notes 我后来再transfer到我的pdf上就好 所以请不要用cell phone 也不要用那个其他的平板电脑啊电脑之类的 然后请不要作弊 这个我觉得在美国很不一样 但是我们是完全相信学生的 然后我是希望把那一套也放过来台湾 我觉得你是你自己的judge 我自己小时候一定做过 我就做过无数的坏事 可是我知道像我那个考微积分的时候 已经快要被荡掉了 我的学伴啊是那样子 那我看了一题 我的微积分才过 我才得以大学毕业 可是那些事情做完之后 我一点都 我就觉得整个人在乌云密布 我就觉得 其实shooting就是作弊这件事情 会给你自己的心理带来很大的那个负担 我建议你们就不要 真的你要让你的生活过得开心 你就不要做那种觉得 那个会有一群 一片乌云绕过来的这种事情 然后如果你有 像有一些同学可能他你的视力比较不好 可能需要比如说我们印的东西要印大一点啊 或者是说你的听力比较不好 有任何的disability都记得先来跟我说 好 下一张是我们要谈我们的那个计分的方法 好第一个是我们会有很多assignment跟quiz 事实上我等一下就会告诉你们的第一个assignment是什么 不会很难 然后quiz就是总分会占40%左右 我们会有两次的考试 那因为我们是大班的考试 所以我们考试的题目 比较会偏向就是说 比较容易让我们的t 会不会改到那个想要转锁啊 什么这种可怕的那个考卷 所以一般会是 选择题是非题 简答题或者是比较简短的答案 不会是像文学你们你们写很多那个生论题 相信你们的训练在那边已经够了 我们这里可能就不会写那么多生论题 然后我们最后呢 期末的时候有一个跟其他课很不一样的地方 是我在加拿大做觉得效果非常好 那课200个学生 可是期末的时候我们做一个poster presentation 就是说你们在大 你们在高中的时候有做过poster的presentation吗 就是做一个臂报出来 然后站在前面跟大家讲解 你有做过吗 那有多少臂报同时进行吗 还是一个一个来 一个一个来 那这个poster presentation呢 就是我希望你们两个人到三个人一组 然后我在学期中间的时候 我上面有写中间的时候 我会提供一个reading list 就是我筛选出来 我觉得你们看得懂的学术的文章 那你们两个人三个人一组 就要把这个文章读懂之后 介绍给全班的同学 那我可以跟你们说 根据我在台湾这两年教书的经验啊 我发现课堂上的这种口头报告啊 其实有时候会同学参加率很低 你就觉得反正报告那一组 我已经报告过了 我不用再来听了 就是效果有时候会很不好 这当然是一个很不可取的态度啦 就是其他同学present 你还是可以学到东西 所以可是我就想要把它改成 这个poster presentation 是因为效果非常好 因为你们就会做一张海报出来 我会教你们怎么做 跟你们一个范本 所以技术不是问题 然后你们做出来之后就是分 这个研究的主题是什么 他们用的方法是什么 他们发现了什么 有什么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 然后他们就两三个人 在你的poster前面 然后我们是所有的人在 应该是在下面那个拉笔 全部的人一起做presentation 那我会有做区分啊 比如说单数号的先做present 双数号的同学就可以去看单数号的 然后所以你就可以再一次 这是一个模拟国际性会议的方法 因为国际上做会 这个学术讨论的时候 有时候也会以这种 避报的方式做presentation 细节我会在第一次考试之后 再提醒你们 不过你们先稍微有个概念 所以我们到期末的时候 会比其他的课早考 最后的一次考试 就是exam2 我们就只有两次考试 可是你们最后的那个重头系 就会是用你们的 比较creative的方法 把一个研究 介绍给其他同学 ok 好 我下一张是什么 ok 好我现在就要告诉你们的assignment 1 是什么 你们assignment 1呢 就是以后我们每次上课前 你们都要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一旦我指定一个reading 你们都要把它看完之后 问两个问题 针对那个reading 问两个问题 这个不难吧 那当然你 你如果问一些 枝末旁极的事情 这世界到底有几种语言啊 或者是什么 这种你根本就可以自己去查 查得到的 你得到的分数就会比较少 你怎么样问一个 你怎么样问一个 有意思的问题 我会跟TA一起看你们这些问题 他会决定说 欸 这问题真的好有意思喔 然后我们会把这个问题分享出来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不具名的 看到其他同学问的问题 我希望借着这个方法 引发你们去想很多不同的东西 我这边是写about linguistics 我后来把它改成chapter 1 就是你的assignment 1 就会是 你针对chapter 1 念完之后你的两个问题 我可能会在那一堂课里头 那他due的时间都是我们 我们的课是10点开始 10点10分开始 他due的时间都是当天的9点 就是我希望有一个小时的时间 可以看你们 submit什么question 我们可能可以在课堂上谈论 这样清楚吗 我们的assignment 通常都是我们上课那一天的9点 那这个是system决定的 因为你这个 这个就是你们13的界面 你们login进去之后 首页就是这个 就是直接上面填你的名字 你的ID 然后question1 question2 你就把它打进去 然后我通常最后面还会有一个 就是让你 你有什么comment 你可以写在下面 所以不要客气 尽量写 这个simon有问题吗 下个礼拜 2 9点之前 记得把它做完 是上课前 问那个 要交那个内容吗 就是自己预期之后 问的内容 那你再说一次 是比如说明天今天交这一课 那我要问 我提前问这一课的内容 Fenetics 你们看9月27号跟10月4号 都是Fenetics 那我就不会在第二次的时候 再问你那个 再交一次 你知道我意思吗 一个chapter就只会问过一次 那可能就会有其他的simon出现 哈哈哈 那个好 那接下来呢 我要跟你们介绍 你们TA 惠婷请下来 惠婷是我们大学部毕业之后 现在在我们的研究所里面念书 刚生言二 你好 黄惠婷 那 我接下来要把时间交给惠婷 我要请惠婷帮我 跟你们做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 哈哈 由于我们这个课 是你们开学第一堂课 所以你们应该还没有选过 其他课的复数课的时间吧 你知道我意思吗 每堂课都会选一个复数课的时间 那我们是第一堂课 当然就是第一堂了 然后我们来决定一下 如果我们的复数课 大概会有一个小时的时间 你们会希望在礼拜二的下午啦 还是 我们当然就是选 你有时间吗 你有时间的是哪个week day 好我们先离礼礼拜一晚上 然后我们下一次会宣布 你们的教室跟确切的时间 应该就是六点半啊 七点左右 right ok 以前都是三个小时 可是我觉得如果我三个小时的课 要一个老子 一个TA帮我复数三个小时 那个 诶 shame on me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比较不一样是 我们现在其实有提早下课 大家稍安勿躁 这个 那个 我需要知道你们的语言背景 所以我要你们填一个这个information sheet 然后 然后 你们不爱会就是你学过什么语言 你有没有在什么其他的国家学过 你希望在这堂看学到什么 然后 你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第二的第二专堂的兴趣 然后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就是后面有一个同意书啦 就是我常常会在undergraduate课里面做到的 就是我实在是在国外的时候被undergraduate nagging 就是他们总会来有很多很多不同的需求 所以我写了一个很像我们在美国租房子的时候的契约书 你们当然租房子的时候都要那个在空格上面initial 把你的名字的initial写上去 就是你看过这个条文 你看过这个条文了 然后 我印完之后才发现我有些条文是因应上一堂课的 比如说我会跟那个慧婷讲 你们就不需要 你们就不需要那个check那几个条文 不过基本上就是你同意我们上面说的就是说 一些很reasonable的 比如说持交作业啦 这些我们课堂上的policy 你要全部都看过 然后在下面签名 然后以后你来跟我wine的时候 我就说你签了名的啊 这个 然后这还有一个很不压力的地方是 我真的希望能够记住你们的名字 我一直都做得很好 对不对 会听 然后所以呢 那个我知道我们有点名系统有你们的名字 你们的照片 可是那个名字是你们身份证上面的名字 我需要知道你们到这里来 希望我怎么叫你们 所以你们到大学之后 如果想要一个新的错 或是大家都叫你什么 请你在这边 在这个空格里面写上去 然后写蛮大的哦 你看我上面写了小李 因为我们 你走之前我会选TA 还有Emily 然后你可不可以帮忙 就是你们要拿着这个 然后这样子照相 然后我就会把它放到我的iTouch里面去 然后每天坐车的时候 就会看这是谁 这是谁 我真的会记住哦 好啊你们要 那你们就这样清楚齁 就是他们在填的时候 这几项就不用就对了 然后这个我们是10点开始 所以是10点开始考试 就麻烦你们了 好我今天我的部分就到这里 我们就下礼拜再见啦 谢谢大家 祝你们大学生活愉快 拜拜 好 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